装饰工具列 利用Photowork要制作卡片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选择精确尺寸模式 来指定宽度跟高度 按下确定之后呢 我们先看到 上方 在这个 画布的功能表这里有一个装饰的一个选单 点选之后呢 我们先看到顶部工具列 点选之后 我们会看到画面上 上方这边出现了一道 不一样颜色的一个装饰 那 如果说 把这个底部工具列也打勾的话 那下面呢也会有 一个不同颜色的一个装饰调出来 那这个颜色呢是可以做修改的 我们只要把滑鼠移到这个 左上方 那我们就会看到有这个调色盘出现 那这个调色盘呢 它是 不管这个顶部 或者是 底部 它的这个颜色是同时指定的 也就是说呢 你不能够单独的去 把上面的颜色 分开来 那如果呢 我们把滑鼠移到右上方的话 那也会出现调色盘 那这个调色盘呢 我们之前有提过 它是针对 我们的这个 背景的部分 来做 颜色的一个改变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 工具列的部分 但是 这下转弱的也在这个地方 你佛销里那么招呼